说起泰国游,它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周边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成为了著名的旅游国度。 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到泰国旅游。 泰国有充满魅力的海岛、渊源的佛教文化、还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这些都吸引了很多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消费。 而泰国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国家,夜生活自然很丰富,酒吧也被视为游客游玩泰国的必去之地。 那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去泰国旅游千万不能去酒吧的二楼,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其实不能去泰国酒吧二楼这个说法最早是在一个知名短视频软件流传的。 有一个网友在分享泰国旅游攻略的时候,说到去泰国的酒吧玩耍,酒吧的二楼不能去。 这句话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二楼有铃铛。 原来很多泰国酒吧的二楼都设有一个铃铛,如果铃铛响起,就意味着摇铃铛的人会承包下全场的酒水,帮全场人买单,大家都会鼓掌庆祝。 对于刚到泰国人生地不熟的游客来说,可以去泰国酒吧的二楼,不过还是离铛铛远一点哦。 不要因为好奇心摇铃铛,如果真的不小心误摇了,那就真的很尴尬了。 总之,去泰国旅游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毕竟泰国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中国不一样,到时候闹出了什么幺蛾子可就不好了。 话说,大家如果去泰国旅游,会选择去泰国的酒吧感受当地的夜生活吗? 你觉得泰国最有趣好玩的旅游项目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